这萌芽是阿泽吗 我这 我这还真是 很多人想知道阿泽被刺事件后 阿泽和曾经AG队友之间的关系 会是什么样 这一局效应就在巅峰赛撞车了阿泽 阿泽的赛后表现很耐人寻味 这一局效应拿到活舞 对面的萌芽正是老队友阿泽 那么这一局会发生什么精彩的对局 让我们进入游戏一探究竟 进入游戏 效应先给对面打野来一扇子 然后和对面互相抢线 只见对面的中幅血量刷刷的往下掉 接着效应就要单杀干江墨岩 只是手没有跟上脑子 我操 有没有看到我这局想干嘛的 有没有看到我这局干嘛的 我想秒学技能 然后直接一闪扇子加被动 直接完成单杀 如果有人get到这一点的话 你就是 就比较了解活舞 两分多钟 效应准备草岭埋伏 正好撞到了达摩 先下手为强 逼出达摩一个闪现 很难受 接着中路团战 效应开张 最后还非常帅气的一个傻二收下阿泽 虽然帅气 但是被防御塔给打死了 人头算到阿泽身上 再来扇子 把野剧追击 漂亮 直接一个回响二伞 哇 气氛多钟 效应这边东黄塔下吸到干将 效应一个扇子接大招 把人头从东黄手里抢了过来 然后去上 两个大残 效应全收割 然后八分钟 刚复活的干将 再次被效应带走 十分钟 效应还想拿干将开刀 结果被围殴 十一分钟 蹲到阿泽 越塔击杀阿泽 但是对面打野 过来把效应给击杀了 一换一 十三分钟 效应先是打了阿泽一套 然后队友上去收割 这个时候 效应这边还很顺风 然后在十七分钟的时候 效应只顾看队友操作 没有不言摊子 自己被达摩一脚上墙 被控到死 应该还没有 卧槽怎么吹 晕这么久啊 达摩尔专精装会那个吗 会加时间吗 卧槽 你血量多了才会加 不知道 好准备 血量多 准备下来就够了 明白了吗 接着效应观战队友操作 一个接一个 葫芦娃救爷爷 情况变得糟糕起来 别上了 兄弟们 别了 我看到了 有两段眩晕 最后一波 效应复活甲没有换出来 队友也是接连倒下 本以为效应这局能拿下 没想到 随阿则吃了分 记了 进一步 我操作被进大妈的 我操作被进大妈的 就是队友 判断 对啊 游戏结束 出去一看蒙亚 艾蒂 斯玛丽 这才知道撞车阿则了 之后阿泽还邀请笑颖与您交流 只是笑颖没有加入 我应该是阿泽吗 我这还真是 老婆 真的有人说真的 是不是真的 现在看来阿泽和AG关系还没有很僵 起码和笑颖的关系是 你们觉得呢